MING PAO ZONE Hello 大家好我是Sauna 不知道大家做了上次的蔥花肉鬆包了沒有 這次教大家做一個中種的麵包 吃下去會非常柔軟 口感好像麻糬 很硬硬硬硬 而且回彈力非常之高的麵包 我做兩個口味的 一個是Cream Cheese 一個是蒜蓉芝士味 那你喜歡吃鹹的甜的都可以持久滿足你啦 首先加高筋麵粉 然後加酵母 再加一些冰水 用筷子輕輕拌勻 差不多就可以用手搓成麵團 不用太光滑,只要看不到乾粉就可以了 加一個保鮮紙,放進冰箱 冰一晚 到第二天,就加些麵粉在盤子裡 然後將中種的麵團逐粒逐粒撕進麵粉裡 這個中種就可以令麵包吃下去非常柔軟和充滿水分 輕輕用筷子拌勻 加些鹽 和糖 加上奶油 和牛奶 均勻灑上酵母 慢慢將乾粉和濕粉拌勻 牛油是最後一步加進麵團 不過會有少許油膩,所以大家可以加些麵粉 讓它容易搓 模仿廚師機,在扭扭扭扭 好像扭毛巾一樣 手搓麵團記住要呈V型的手勢 這樣就可以在15分鐘內搓好 然後在盤子裡塗少許橄欖油 將它放進去 焗爐調30-35度發酵60分鐘 如果沒有這個功能,可以用熱水 與此同時可以準備忌廉芝士 加點糖粉 還有奶粉 還有藍莓肝 就可以組成Cream Cheese的內餡 一個小時後發酵完成 用來拍走它的空氣 摸上去你的手感是有少少溫熱 而且有點像麻薯 很軟,很好搓 把它做成圓形的麵團 然後關均分成六份 把麵團搓成一個迷你圓形 蓋上保鮮紙,讓它休息15分鐘 當它沒那麼緊張 就可以將它滾成牛市的形狀 在裡面包上剛才準備的忌廉芝士餡 輕輕地把它包裹 輕輕地包裹 埋口位記得用手指大力按一下 讓它黏緊一點 待會焗的時候就不會包出來了 頭和尾都要記住要包緊 而收口位就放在底 形成一個U字的液狀 另一個餡是塗上牛油 加點蒜蓉 再加點芝士碎 你喜歡多餡的話就可以放多一點 然後把它摺成一個三角形 也是把包口位記住 好像撕鼻仔一樣大力黏緊 把它反轉成一個三角形 30-35度發酵一個小時 發酵完成記得第一時間 立即如熱烤爐至180度 用膩刀在麵團上刮出好像樹葉的花紋 再灑一點高筋麵粉 入烤爐180度焗15-18分鐘 香噴噴的麵包就出爐了 特別是蒜蓉芝士味 那個味道會充飾整個屋 Enjoy 下一條影片將會示範湯種牛奶吐司 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 一有新的影片就會通知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